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对象关系映射文件 实际上就是这个hbm.xml 这个hbm表示什么意思啊 hbharmnet mmapping 这个harmnetmapping映射文件 通过这个映射文件呢 harmnet可以理解持久化类跟数据表之间的对应关系 哪一个类跟哪个表对 类的属性跟哪一个字段对 如何去映射主件 如何去映射关联关系等等等等 在运行时 harmnet将根据这个映射文件来生成各种的四口语句 扩展名是hbm.xml 这个映射文件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news.hbm.xml 这就是一个实例 这个映射文件里边的话呢 我们要讲很多内容啊 比方说 class id property 以及到后边我们讲一对多多对一 一对一的 many to one one to one many to many one to many set 映射 子类的时候 映射继承关系的时候 subclass join subclass 映射主件的时候 component 存放查询语句的query 这些的话呢 在后边我们都会一一的讲到 我们在一个hbm文件里边 我们可以定义多个类 就是说 空宰这一个里边我可以写多个class 此节点 可以这样写 可以写多个class 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 一个lpm指定一个类 下面我们就来详解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首先我们说最顶上那个叫hamlet mapping 叫hamlet映射 这个 out斜杠 这里边的话呢 有一些属性 那我实际上 pbt里边的这个列表的 就是这样 写图 写过来的 我们会对我们要讲的这个属性啊 打上这样的标记 不打标记的用的要少一点 大家要是需要看的话呢 看那个文档就可以了 那打标记的我们分为两个阶段来讲 打红色标记的马上说 打这个蓝色标记的 我们会随着这个技术学习的深入的话 我们再说 第一个我们看 在这个hamlet mapping里边有一个什么 package 叫表示包 指定一个包前缀 如果英识文档中没有指定 全限定性的列明的话 就使用这个作为包名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 class指定了一个包名 还有类名 拿过来 写一个 写一个package 这个放进来 这样就可以 有什么好处吗 那我如果 我们在这一个 HBM里 HBM文件里边 映射多个类 而且这多个类 在同一个包里边 它会起作用吧 对吧 比方说我再写一个class 这个class呢 这个在一个包里边 你写了一个差的话 其实那个不是省事了 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 是吧 我们在这一个HBM文件里边 可能 或者是建议 只使用一个class 还什么时候用呢 我们后边我们还要学习 来映射一个关联关系 映射关联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指定那个 关联关系 那个类的类名 那如果关联的那个类 跟当前这个类 在一个包里边的话 这个也会起到 一个简化配置的作用 那我们在HBM里边 暂时就说这个package 就可以了 下边看class class是哪个 它 class我们现在已经 比较熟识的是 name和cable name什么意思 name是指定的一个权类名 如果前面这个配置 package了 也就是类名 这个包里边的 这个类 cable呢 表明 我在数据库里边 对应哪个表 那 这个表明的类名 不一定一致吧 比方说我这会儿 加个SS 加一个前座 这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 这个数据表 就叫SS 下滑线 news 我们来看常用的 这个属性 叫动态插入 动态更新 这两个从一定意义上讲 一个意思 差不多 我们来说这个动态插入 若设置为tru的话 表示当保存一个对象时 会动态的生成 insert insert 于句子中 紧包含曲子 不为空的字段 我认为false 动态更新 若设置为tru的话 当更新一个对象时 会动态的生成update语句 update语句中 紧包含所有曲子 需要更新的字段 默认为false 我们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态更新 说完这个的话 这个动态插入 这个道理一样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动态更新 在这吧 public-void-test ign-make-update add-test 搞出一个news 伸点get-news.plus id是几 这个的话呢 我需要看一下数据表 我们有1和2 是吧 你就是1 做一个修改 set author author我改为 abcd 写完 我们跑一下 看看效果 出了一个空指针 一场 为什么呢 1的这个记录 是有的 他说 这个news 没有获取着 数据库里边 有对应的记录 2 我们这块 没有获取着 为什么呀 刚才我改过一个表明 还记得吧 这块 去掉 再找就可以了 我们看 我这块的话呢 有一个更新操作 这个更新操作怎么样 数把这三个字都更新了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里边来 但我是不是只是改了一个author 说明这个语句并不是动态生成的 我们希望 在这个set里边仅包含我更新的字段 于是我来配置一下 这里边我来配一个 动态更新设置为处 再看 这个时候这个更新里边包含的这个字段呢 就是我实际上改这个字段 而不改那些就没包含 这叫动态更新 那么对应的 这个动态插入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内蒙我们说过了 table说过了 select before update 是不是也说过了 我们在对这个有理对象进行更新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这个之为处 它先会进行查询 如果发现数据库里边那个记录 跟我有理对象这个状态一模一样的话 我就不发update 不一样的话 我再发update 这个设置为处的话 总会发送一套select 所以说这个性能有一定的降低 我们建议大家不来说这个属性 是吧 下边 class 1 看下一个 看下一个这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呢 叫ID 我们前面讲课的时候也说过 这个ID 对于Harmlet映射文件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是映射 关系 关系型数据库里边那个主件 和持久化对象的 对象标识符的 我们看 ID Name是 属性的名字 持久化列领 属性名 这是一个类型 是什么类型的 是吧 Column 指定 指定 主件的那个列名 Generator 指定如何去生成主件 好了 我们这块需要 花大气力来讲一下 生成主件的方式有哪些 而且它们各有什么 有缺点 映射对象标识符 Harmlet使用对象标识符OID来建立内存中对象跟数据库中表记录的对应关系 对象的OID跟表的主件相对应 Harmlet通过对象标识符生成器来为主件复制 Harmlet推荐使用代理主件就是不具备任何业务意义的字段 叫代理主件 以前的话呢 我们这个主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用过email 可能用过 说明证号码 但这个的话呢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们是有这个业务含义的 我们推荐使用代理主件 没有任何业务含义的 然后呢 我们推荐代理主件使用整形 因为整形笔字符串要节省更多的数据库空间 整形在我们BS项目里边有什么毛病 我从前台获取这个请求三处 是不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数据库里边是一个整形 我需要强转一下 这是它的缺点 但是我们还是推荐 主件使用整数类型 在对象关系应用文件里边呢 我们使用这个generator子元数 来设定标识符生成器 就是如何去生成一个主件 Harmlet提供了标识符生成器的接口 叫这个idgenerator 并提供了各种内置实现 它提供这个接口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定义我们的主件成成器 但通常形象没有这个必要 直接使用这个内置实现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的column name unsafe的value我们在前面是讲过的 unsafe的value这个值设定好以后的话 如果有一个对象 对象的主件值刚好跟那个unsafe的value一样 harmlet会认为它是一个临时对象 在调用save or update方法的时候 它会执行save操作 还记得吧 OK generator我们使用class 来设定这个标识符生成器 这里边的话呢 通常我们写这个硕写名 而不去写这个全面性的类名 就像我们这个里边我们用hilo 而并不是写那个hilo 所对应的那个generator的那个权类名 好我们看 harmlet提供的内置标识符生成器 以后是有这么多种 其中这个foreign 外建 外建主件生成器 我们在讲一对一关联关系的时候讲 其他的几个我们注意来看 第一个叫increement 增长 次增 你看到那个increement 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感觉好像跟harmlet那个 autoincreement一样吧 但实际上不一样 increement的标识符生成器 是由harmlet以递增的方式 生成代理主件 所以也是harmlet来增 如何来确定这个主件呢 它先读取news表中 主件的最大值 接下来 在插入这个记录的时候 就使用以前那个主件的最大值 加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可能会有 并发的问题了 它先去读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加1 这个时候你要是两个线程同时来读的话 读完之后一样 都加1 主件值也一样 那么就出现了主件重复 所以说这个只适用于测试的范围 我们测试的时候用一下还是不错的 但开发的时候 具体写项目的时候 不能够使用这个increement 但我们还是来测试一下 改为increement 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数据表删除 开付 刚才这个s6的实际上已经正常了 新建一个方法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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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执行一个插入操作 sale news 保证 执行一下 看看 看 确定id的话呢 他的确是会来查这个表 先查一个最大值 然后新记录这个id 就是 查询之后这个id 最大值 加1 看一下吧 发信 就是这个1 好了 我们讲 这个会发生 并发的问题 发生这个并发问题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这个主件 是先来读 当前主件最大值 然后加1 产生的 那 比方说 我们来模拟一下 这个过程 我不是要读一下吗 我读完之后 后边我再执行这个插入 现在我让这个线程 睡一会儿 5秒就可以 外抛 先找一个 再找一个 这个时候呢 这两次 读的这个id的这个值 就是一样的 大家看 这个时候怎么了 没有进行插入操作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主件重复了 这个2重复了 大家看 插入的就只有一条 而第二条没进来 这就是使用increment 这个主件生成器 的问题 是吧 所以说我们开发的时候 不能用它 测试的时候可以用 因为测试的时候 并不是生产环境 Identity 由底层数据库来负责 生成标识符 它要求底层数据库 能把主件的生成方式 定义为 自动增长这个类型 这就要求 底层数据库 必须支持这个 自征 那要求底层数据库 可以是 db2 MySircle SircleServer Cbase 你不支持这个 自征的话 用不了 比方说你 Olon口就用不了 因为Olon口 不支持这个 自征嘛 OID 必须定义为 long int thought 而不能定义为bet bet的这个范围 太小了 是吧 通常情况下 这个主件都定义为 long 或者是int 看一下这种方式 改为 identity 来 把这个 除掉 数据表 删除 测试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主件 就是自征的 F5 打开 刷新 就是它 怎么能够 看出它是自征的了 看这个circle就可以了 你看 插入的时候 15没有插入 那个ID 这个主件 是自动增长的 那买circle 我们可以来用 这个identity 下一个 sequence 利用底层数据库 提供的序列 来生成标识符 所以说 这就要求 底层数据库 一定是支持序列的 支持序列的数据库 可以是DP2 也可以是Olon口 这个时候你要用的是 买circle数据库 你搞一个sequence 就不支持 那 OID 必须设置为 Long Int 或Sort 而不能设置为Bit 这个的话 是显然的 后边我们这样的要求 我们就 不给大家 单独的提出来了 那sequenc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语法 ID Generator sequence 我们可以来指定一个 序列的名 比方说 就news 下划线sequence 其他的 都是买circle 自动的 买circle 你会看见 这个circle 就是他会先来 获取当前的序列值 然后呢 把这个序列值 作为主件 插入到数据表里面 这个我们就不试了 因为用试的话 还需要切换数据库 不是了 写法跟这个写法 一模一样 这下一个 在下一个 Hilo Hilo 有Hemrit 负负负责 有Hilo Hilo 标准 这项目标准 负责 的时候呢 会先来读取 对应这个表的 next value值 那 这种 生成方式啊 不依赖于任何 底层数据库 你不认识 mysircle啊 还是这个 db2啊 还是 alunco 还是cbs 都可以支持 因为它不依赖于 底层数据库 它不是自征 也不是序列 看一下这个 Hilo刷法 Hilo标准 升能器 过来 Hilo 减完 数据表删除 再走 看 这个时候 这个id呢 是需要被插入的 所以说 肯定不是底层的 这个自征了 然后大家看 它先会从 我们的这个 叫Hamlet 用那个key 这个表里边 来获取一个 next height的值 获取完这个值以后 它会马上 对这里边的 这个数据表里边 这个next height 这个值进行 修改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出现 我们刚才并发 那个问题 因为我读一些 读一遍之后 马上改了 再读之后 都不一样了 所以说 这个是可套的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表 这个值一样 F5 你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又多出了 一个数据表 这个表 就是帮我 收成主件值 那个表 再插住一条 这个是掌位2 而第二条 记录的这个 主件的话呢 是32768 这里边是有一个 高低算法 大家看到了 我们现在取的都是 默认值 大家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 来修改 对应的数性值 那我这个里边的话呢 有详细的这个 写法和文档 好 我们看下一个 标识符生成器 叫Native Native什么意思啊 本地 这个呢 会依据底层数据库 对自动生成 标识符生成器的 支持能力 来选择 identity sequence 或者heal 所以说这个是 跨平台的 你支持自争的话 我用自争 你不支持自争的话 看你是不是支持序列 都不支持的话 我使用heal 这种方式不错 所以说 我们很多时候 这个标识符生成器啊 我们就写为 Native 那我现在当前 那个写为Native的话 用的是不是 一层那个 outincrement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不举例子了 这种方式是 跨平台的 OK 其他几种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一一说了 我们通常情况下 选用的时候 直接选用这个Native 就很不错 下边 说完了这个 ID节点 我们开始说 property节点 property什么意思 属性 如何来映射属性和 对应的字段 字段就是那个列 首先看我们一些 比较熟知的哈 property name 属性名 type 属性的类型 这块是 詐瓦的权类名哈 还有一个column 里边还有一个name 这是字段的名字 目前我们 这个比较了解的 有两个三小 看其他属性 name access 什么 访问 访问属性的方式 默认是property 属性 g 用getter 跟setter 这个是一个通用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字 改为field 这个时候 Hermelint 就会使用 反射的方式 直接去访问 那个成员变量 通常情况下 这个举字还是property 因为我们那个 持久化类 通常都需要定义 getter 跟set column 列名 诶 这不是有个column 子节点吗 就是说 这个column 也可以定义在 这个里面 column 再看 type 这个type的话呢 我们需要说一下 说指定 Hermelint 映射类型 Hermelint 映射类型 是java类型 跟circle类型 之间的桥梁 如果没有显示的 为属性设定 这个映射类型 Hermelint 会根据反射机制 识别出持久化类 属性对应的 照耀类型 然后使用 与之对应的 Hermelint 映射类型 啥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块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写一个类型 然后Hermelint 好 根据这个类型 去定义 数据表里边 那个字段 对应的类型 如果你要不写的话 Hermelint 就需要通过反射的方式 去侦测这个类型 那 我们这块的话呢 我们是写了一个 权类名 也可以这么写 你也可以写一个 Hermelint 一个映射类型 大家看 实陵 当然也可以 这个实陵 很明显 不是张瓦里边 那个实陵 张瓦那个实陵 一个字母数大写 这叫 Hermelint 映射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表吧 啊 张瓦类型 Hermelint 映射类型 以及色固类型 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写的叫实陵 张瓦里边 对应的是实陵 标准色固里边 是卧茶 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 来进行 这个选择 对应的 Hermelint Hermelint 映射类型 来进行映射 但是我们 这块的话呢 我们写上一个 这个 全类名 也没问题 到后边 我们会讲 如何去映射 那个时间类型 因为这个时间啊 有的时候的话呢 我只需要一个date 年月日 有的时候 只需要一个time 时间 小时分秒 有的时候的话呢 我可能既需要日期 又需要时间 那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明确指定 这个映射类型 是什么 嗯 总而言之 必须 必须得指定 那个type 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指定 那个全类名 但有的时候 我必须得显示 指定 啊 具体使用哪一个 Hermelint 的映射类型 因为我需要进行 精确映射 我们这个 我们后边讲这个 时间日期的时候 会提到的 这样往前来 type unic 什么意思啊 这个列 是不是添加一个 违约数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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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 这一列的值 是不是可以被修改 在这儿呢 是吧 update 这没写啊 这一列的值 是不是可以被修改 来 index 指定一个索引 length 指定这个字段 的长度 我们把这几个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我们就以这个 tot为例了 写一个了 第一个 第一个叫unic 一个true 添加为约数了 下来 update 我指定一个 false 表示这个 列的值 不能被修改 下一个我们还要知道一个index 我写一个news index 我同时设这两列 一个index 还有一个叫 dense 长度 指定一个二十 ok 数据表 大家看一下 好 走一个 插入成功 看一下数据表 f5 outable outable 大家看 这个时候title 是不是二十啊 所演 我们有一个所演 叫什么 叫news index 它同时作用于 title跟author title 是不是有一个unic 那给它加上 唯一约数的话 就会为它加一个所演嘛 这个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说 就是这个叫 update 这个通过测试的时候 朋友拿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 public void test property update add test 先把这个对象获取出来 然后呢 我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帮助改author 找一个 可能是可以改的是吧 需要注意的是 我来改一下 title 瞧着 这个title 是不是 没改呀 数据表 title 真没改 为什么呀 我这块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属性 叫 title 的update update 等于force 表示 这一列的值 不能被修改 懂了吧 title title 里边这个update 等于force 表示 title 这个字段的值 不能被修改 了解一下 下边 说一个 重要一点的 叫formula 设置一个 斯科巴达士 Hamlet 将根据它 来计算一个 派生属性的值 什么叫派生属性呢 这样的 并不是持久化类的 所有属性 都直接和表的字段相匹配 持久化类的 有些属性的值 必须通过计算才获得 这样的属性 我们称之为 派生属性 这样我们的持久化类里边 添加一个属性 测试一下 这个formula 添加一个属性 添加一个描述的属性 我们说呀 质属性值 为什么呢 为 cital poster 标题 冒号 作者 就可以了 同学说 老师你写这个 是不是很容易写啊 怎么写啊 写个对应的 getter 跟setter 我直接 在返回的时候 这样写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是可以了 这样写的话呢 总觉得差点意思 为什么呀 我们这个 派生属性的值啊 很容易计算 大家想 有一些派生属性的值 需要比较复杂的计算 才能够搞到 比方说 我需要用到 我需要用到 用到统计函数 那这个时候 那这里边写的话 很明显就不是 那么的合适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 这个的话呢 我们还改回来 简单的 是可以这样写的 复杂的 这样写就不行 复杂的什么意思啊 我需要借助于 数据库 里边的一些 统计函数啦 里边的一些 伺候函数啦 你这样写就不合适了 所以说 我们来用这个 派生属性 OK 像这一列的话呢 是我们通过 计算可以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 在数据表里边 写一个对应的类 就是说 就不用在这个里边 再加上一个DSC了 那我来映射一下 这个属性吧 news 映射一下 映射 扬声属性 property esc OK,没有PORUM,只有一个FORMULA,写一个CIRCLE,大家看哈。 什么呢? Authur,组号,冒号,Tetle,from,日表,news,n,where,n.id,等于ID,写完。 看一下测试的效果,cisout,news.get,dsc,找一个。 这个值没问题,AAA,就是日量哈,AAA,CIRCLE,怎么写的呀? 这不是内置了一个紫查询呢? 这个紫查询语句刚好就是我这块在映试的时候写的这个FORMULA,看到了吧? 这个FORMULA我们需要使用中国号给它扩起了,因为是一个紫查询嘛,然后SELECT,这里边我写的这个Authur跟Tetle,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列名,而不是属性名,from,表名,n,然后n.id,等于,它是什么呀? 这个是紫查询吗?这个是外表的ID,它,那这个ID名的话就叫ID,所以说你这块就应该写上ID,看懂了吧? 过来看,FORMULA必须需要加这个括号,这个办法式中,列名跟表名应该跟数据表对应,而不是跟持久化类的属性跟类名对应,需要在FORMULA的属性中使用参数,可以直接使用这样的形式,其中这个ID就是参数,它表示外表的那个逐渐值, 和当前持久化类的ID属性对应的列的ID值,作为参数,传入,这就是FORMULA,我们还有一个属性没讲,这个属性叫Scale,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个这个Double型,或者是一个Flow型的话,它将指定映射之后那个字段,小数点后边的位数,这个我们不测试了,以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Property,凡是我们打红色标记部分呢,大家都需要认真的来说, 来看一下